都说女儿长得像爸爸 娱乐圈中有些明星的女儿 遗传了爸爸的好基因 即使不一定出道当艺人 但她们的颜值在生活中 也绝对是数一数二了 但也有一部分人 非但没有得到父亲颜值基因的加持 还因为长相引来了许多非议 易剪场 不久前 据台媒报道 资深艺人剪场和李义军的女儿王敏纯 登上替台走秀 立马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梳着辫子头的王敏纯 以白色夹克搭配黑色短靴 打扮酷尽十足 都说年轻就是本钱 才21岁的她 皮肤紧致有光泽 身材苗条纤细 气质很是出众 李义军与老公剪场 一向很支持爱女 女儿难得走秀 夫妻俩当然要到场支持 一家人还站在背景板面前合影了 画面温馨 仔细观察 李义军夫妇穿的衣服是情侣装 结婚几十年 仍如此恩爱 实在难得 李义军是歌手出身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 李义军认识了剪场 剪场原名王联国 他也是一名艺人 入行多年 拍摄了多部影视剧 李义军和剪场两人 差了足足18岁 却志趣相投 一点代沟都没有 交往数年后 顺利走进婚姻的殿堂 婚后 夫妻俩生了女儿王敏纯 小时候的王敏纯 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之下 深深爱上了表演 还去学习了各种乐器 凭借着天赋和努力 长大后 他顺利考入了大名鼎鼎的 伯克利音乐学院进秀 王敏纯那么优秀 自然吸引到不少娱乐圈公司的青睐 后来他正式出道当艺人 目前已参演过电视剧 以及推出单曲 但水花不大 二 吴宗宪 早前 吴宗宪大女儿吴珊如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分享了三姐妹的合影 曝光的镜照中 吴珊如坐在C位上 她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一头长发 随意披散在肩膀上 打扮简单难掩气质 现年32岁的她 身材苗条纤细 外形很是吸睛 坐在左边的是二妹薇薇安 坐右边的则是三妹奥利维亚 罕见露面的奥利维亚 五官立体精致 皮肤白皙紧致 美貌出众 一点不舒俩姐姐 综艺天王吴宗宪 很早就结婚了 她的对象是圈外人张薇薇 夫妻俩婚后生了三女一子 大女儿吴珊如 毕业于名牌大学 是一名主持人 不久前吴珊如还完成了人生大事 她嫁给了一名高富帅 夫妻俩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让人羡慕不已 二女儿薇薇安 是家里最聪明的孩子 名校毕业的她 精通多国语言 目前是某公司董事 有才有貌的她 自然吸引到不少异性的目光 2021年 她风光地嫁入了豪门 三女儿奥利维亚 同样毕业于名校 但她比较神秘 以前一直不肯露面 爸爸和姐姐 也很少谈及她的私下生活 她具体从事什么工作 外界不太清楚 至于小儿子 多次犯错 一度被老爸逼着退出娱乐圈 是吴宗宪最操心的一个孩子 三胡瓜 胡盈珍是综艺大佬胡瓜的女儿 受老爸的影响 她很早就加入娱乐圈发展 长相有个性 身材高挑的她 还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模特 然而 自从嫁给医生李进良后 她的人生就陷入了无尽的烦恼中 婚后 胡盈珍与李进良生了一个女儿 但幸福的日子没过多久 李进良就多次出轨 过大的婚姻压力 并她患病 内分泌严重失调 体重迅速飙升 从人人羡慕的苗条美女 变成大胖妞 直到2021年 她才下定决心 跟李进良签字离婚 恢复单身的状态 后来 她靠着惊人的毅力减肥 短短半年内瘦了80斤 因为减肥速度太快了 一度有人质疑她 做了切胃手术 对此 胡盈珍没有给予过多理会 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 并不时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健身照 不久前 她分享了一组广告花絮照 照片中 她的身材十分瘦削 全身上下看不到一丝坠肉 让一部分粉丝担心她减肥过度 体重可能不到90斤 纷纷流言 叫她多吃点 无奈之下 胡盈珍只能自爆体重 她说 我的身高有一米73 目前体重 则有109斤 谈到减肥秘诀 她自报道 要努力运动 注意饮食 这就是最大的秘诀 4高凌峰 高凌峰在上个世纪90年代 是家喻户晓的歌星 一曲冬天里的一把火 让她火遍了大江南北 但在2014年 她因血癌不幸去世 享年63岁 高凌峰一生婚姻波折 三次结婚 三次离婚 共育有六名子女 而葛小杰是 她与第二任老婆 美国亚裔小姐 冠军文杰所生的女儿 葛小杰拥有 美国亚特兰大大学 新闻与经济双学士学位 是个有才华的美女学霸 之后在爸爸的引荐下 进入娱乐圈发展 由于在国外长大 葛小杰讲着一口流利的英文 近些年 她永传好莱坞 也颇有成绩 在《天堂执法者2》 等多部热门美剧中 有亮眼表现 2020年5月7日 她与华裔导演杨维荣 合作拍摄《胡伟》 并且反台取景 其中一场祭拜的戏 葛小杰触景生情 想起父亲 泪洒片场 思念父亲之情不言而喻 导演不断安慰之后 才顺利拍摄 拍戏时 还出现了一个小惊喜 葛小杰久违反台 但由于拍戏时间紧 没法回家 她妈妈文杰 就坐着高铁到片场 去为女儿加油打气 母女俩交流了 演艺路上的经验 以及拍戏的心情 这让葛小杰十分感动 还找来导演 一起合影留念 葛小杰的妈妈 文杰事前 美国亚裔小姐冠军 身形窑窍 和女儿在一起 酷似姐妹 5.焦恩俊 之前 焦恩俊在社交账号上 罕见晒出近照 病人惊讶的是 曝光的照片中 已经50多岁的焦恩俊 容貌大变 不但满脸的胡子 都开始花白 就连嘴里不太整齐的牙齿 也黄得显眼 与年轻时俊朗的外貌 差别非常大 要知道 焦恩俊年轻时 曾被誉为古装第一美男 如今 她变得如此沧桑 让人不由感叹 岁月不饶人 除了焦恩俊外 她的两个高颜值女儿 也特别引人注目 大女儿焦曼婷 穿着紧身背心 身材凹凸有致 五官精致动人 一身小麦色肌肤 并她看起来充满了活力 她继承了爸爸的演艺天赋 如今既是一名演员 同时还是一名歌手 小女儿似乎因为害羞 不愿意露面 但能够看出 她的皮肤白皙光滑 气质十分清新 想必也和姐姐一样 是一个小美女 说起来 焦恩俊已经淡出演艺圈 长达四年 2021年 她和二婚妻子林千玉宣布离婚 结束了六年多的婚姻 不过 即便不演戏 恢复单身的她 也没有闲下来 从她的社交账号中 能够看出 她喜欢上了摄影 经常拿着相机拍摄美女 闲暇之余 焦恩俊也喜欢在家里 做饭炒菜 有一次煮饭不小心受伤后 她还感慨地表示 小时候妈妈煮饭洗衣太辛苦了 六 朱格亮 朱格亮是台湾著名的综艺老大哥 朱格亮一共有过四段婚姻 和不同女人生下了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 其中和前妻林健如生下的第二个女儿谢金燕 和她决裂了二十年 1999年 由于朱格亮沉迷于不良嗜好 欠下了大量债款 最终还不起所欠的债务 就此人间蒸发了 而女儿谢金燕年纪轻轻 就背上了未付还债的重担 谢金燕十五岁时 参加了欢乐周末派 并以美腿小姐的称号出道 她在出道期间出演了多部电视剧 还出了多张专辑 在台湾地区备受欢迎 被称为电音女王 父母离婚后 被判给母亲的谢金燕 和朱格亮的关系本就生疏 经历债款事件后 她对朱格亮就更加厌恶了 然而不久后 朱格亮居然还爆料称 谢金燕有个私生子 这一消息让谢金燕的演艺生涯 受到了重创 此后两人多次通过媒体交锋 火药味十足 不仅如此 朱格亮还曾提过 要邀请谢金燕上她的新节目 可谢金燕不理她 完全不给予回应 那二十年来 他们之间的联系少之又少 完全没有亲生父女之间 该有的温馨 2014年 朱格亮因为身体 不是到医院检查后 确诊患有大肠癌 2017年谢金燕最终 还是没能放下病重的父亲 她偷偷瞒着媒体 前往医院探望 看到病床上 因经受多次化疗而消瘦的父亲时 她释然了 两人在病床前 拉着对方的手轻声交谈 放下了这二十年来的恩怨 在朱格亮临终前 他们终于和解了 同年五月份 由于朱格亮的病情再度恶化 抢救无效事事了 享年七十一岁 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父母也是如此 小时候我们犯错 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原谅他们呢 我们要感恩父母 感念父母对我们生命的赐予 和合养育之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